那我们LPL不是目的吗 来来来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左手边的是VIT的Jizuki 而在右手边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VIT的现任教练 确实这个小气质跟广哥有一拼 这直接出这五位赛是先把CG抽出来了 CG的话大家最熟悉的两个选手 HUNI和孙哥 HUNI也是再一次达成一个成就 就是在不同赛区在三个不同赛区都进入全球练习 是 这也是目前英雄联盟史上唯一的一个人 他们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春天是只有第九名的成绩 是的 而夏天则是在第四名 他们从季后赛打到后面的区域选拔赛 一共打了六场的BO5 27局的游戏最终以一个RUN2追3 成功的成为北美第三中心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是陆维赛抽签 一号池的CG已经抽出来了 好像是Splice Splice 他先抽的呀 应该是五大赛区的那个三号种子 就跑去LPL 陆维赛有三种子 这个是陆维赛的种子 对吗 就这些队伍是不会在陆维赛相遇的 陆维赛的一号池就包含了 韩国EU LMS跟北美三个 四个赛区的三号种子 Splice 也是欧洲蛇队啊 大家对于这个队伍也很熟悉 他们曾在2016年就已经进入到全球总裁 当时还是和我们LPL队伍交过手的 是 他的这个 如果要了解这队伍 你可以先从他们的上单 Vichichachi 开始了解 这是很多人誉为的欧洲最好的上单之一 对 但他也是拼搏了四年五年的一个时间 好 HKA 这个就比较熟悉了 对 来自于LMS的三号种子Hong Kong Attitude 之前也在17年曾经在陆维赛亮相过 但最终是以多少的比分 1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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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Tabi带队嘛 其实这支HKA 这个当时影响还挺深刻 对 现在这个HKA 最近也爆出了一些场外的负面消息吧 就是关于这个队伍的问题 主要是他们的教练 就是Chowy 之前HQ的中单 现在是 他是新加坡人 但是他有这个工作签证的一个问题 对 就导致可能有一些影响 其实也没办法 就也希望他们能够赶紧把这种场外因素排除在外吧 是 那最后一个不用说了呀 最后一个就是DWG 对 DWG 但是呢 要提醒观众 如果作为陆维赛 如果你有喜欢的陆维赛队伍 比如说你喜欢日本队 或者你喜欢哪一队 我们先看一下DWG的一个介绍 今年非常不容易的DWG 在春季赛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亮眼 你看这个最捞的笑的最开心 是 你这话怎么就这么针对呢 对吧 你看这往往就是 对吧 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你别伤害 对吧 今年还没开始呢 你等开始了你再说这话 上路的Nagari以及打野Kenny 以及中单的Showmaker 这上中也是DWG的强烈核心 他们是以3比2击败了KingZoon 然后晋级到世界总决赛 是 这是2号种子池 就是我觉得小组抽在第一组还比较好 因为以第二晋级就不会遇到他了 那 你说的跟能出现一样 首先是 UOL UOL 不是那个UOL 就一样是同样的队 但是他换了一个赛区 原本属于EU赛区 后来到了俄罗斯也就是LCL赛区 对对对 他们最终是以3比2的成绩击败了 当时 MSI的代表队Vega 拿下了这个代表权 所以对于独角兽的爱 这个独角兽来说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他们在EU赛区没有一年 进入到世界总决赛 每次都是打到猫爆赛的最后一轮 都差一点 而且Vega我没记错 打眼应该是Diamond 哦没有 他是他后面换队了 对 坏盾了 但是 这是来自于 大鲨鱼 对大鲨鱼 来自于这个拉丁美洲的 拉丁美洲赛区 这也是MSI的一个代表队 他们是完成了这个 今年在所谓的独立赛区 8个独立赛区里面 有3个队伍是完成了 就是同时代表 集中冠军赛 MSI和全球总决赛的 是的 而且这个含金量其实蛮高的 因为原来还分北部跟南部嘛 对 然后这次的话是形成了一个大的 拉丁美洲的总体赛区 然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 比较大的赛区中脱颖而出 还是很厉害的 而他们的队员其实也是相较于 MSI的时候好像是只换了一个ADC 现在是轮到了 这是越南的第二种子 刚才记得给大家说过吗 这个Loki Gaming 是 Loki Espo 然后他在 呃 队伍的这这场 他们打的那个决赛的时候 我有看他们 是打赢了另外一个叫做Teen Flash 这是Flash Warp 这个 这个队有老朋友 那个拿雾 对吧 没有没有 拿雾好像是在这个队 好像好像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那个Cerebiti 那个AD Cerebiti 对Cerebiti 他们的打野 打野叫做DNK 打得还不错 到时候录温赛的时候 大家可以多多注意这名打野选手 现在已经抽出了 这是二号池 最后应该就是 那就不用抽了嘛 最后就是RYL 这个小黄组小ID 战胜了这个沃浮所在的 Super Massive的RYL 对这个队伍比较特别 但他的钟也是韩元 刚查了一下 他们的中路韩元 原本是在HKA 之前在LMS打过 抱歉 他们的双C是韩元 中路以及他们的ADPilot Pilot Pilot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最早几代的AD选手了 他曾经是在最早被这个 龙珠收购的IM战队待过 后来也是在龙珠战队 最早的这个 就叫龙珠的那会儿 打过一小段时间的 Teddy还没问是以前 当时 然后他后来又去 对后来又去了金二嘛 看看三号种子吃 他最后那个球应该还 在这里到三号种子吃了 他刚才抽完了已经 那还是得抽 蒙马象 蒙马象 Memoth 来自于大洋洲赛局 OPL 这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支 就是当时定下来就进入入围赛的队伍 是 而且他们是打了两个3比0 然后直接干净利落的在大洋洲的这个决赛里面去拿下了一个代表权 今天也看不见那个薰射了 看不见那小光头了 这里面大家应该会记得的是中路Triple 然后AD King 以及他们的辅助Destiny 这三位应该都是之前有在世界上的入围赛去亮相过的 一样是我们的入围赛的三号池 这个入围赛确实我觉得对于剩下两个池的对手来说 就队员来讲都差不多 好来自于LJL日本赛区豆腐魔 今年也是在决赛以3比2击败了V3 对而且他们之前他们的队伍的AD这个 有这个Yotori什么 Mayashi Mayashi 正好去了对面 对 这个很骚 我觉得是被换掉的 被踢掉了 对对对对 然后去了对面结果没有复仇成功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的中单 就是他们的下路双人组是送过去给对面 对然后他们的中路是有着日本Faker之称的Zeros Zeros也是通过一把尺子让全球的观众认识了他 你别说他这个感觉能出现啊 他那个组感觉他没问题啊 他的组死不赖死大鲨鱼他 我感觉今天正赛有日本队了 没有他要他这个还不能直接出现 他是要打一二名再打一个BO5 他还不知道BO5打谁呢 当然我二号总指撞DWG能出现吗管哥 那倒也是 对啊你先别这么早开金口 人家你不能这样就直接把我 直接就把我这个日本队淘汰了 直接宣布淘汰 所以是Mega 这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MSI的代表队 然后延续到了总决赛 他们的队员比较特别的是原本打AD的Lloyd 去了打野位置 然后AD把Duo找来 原本在LCK的那个Winner 8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那个宁也是先打AD再打大野 但是他是从就是年中到现在 就是一个下地赛的转换 最后是Flamingo Flamingo 火烈鸟 非常的不容易 这个队伍算是一个比较奇迹吧 当然他们拥有巴西最著名的AD选手BRTT BRTT 就是人称巴西Uzi 是 以及服务野是韩元服务组 打野是那个虾哥 不知道大家记得 Shriep 就是龙虾的那个名字 Shriep 对Shriep 然后辅助是Lucy 之前也是FVA的 所以今天这陆维赛也有个小故事 干啥 没事 就看管哥这么跟我们一分析 感觉今天陆维赛也是这个群雄纷争 又是这个日本Faker 又是这个巴西Uzi 很多的这些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有名号 能叫得上名号的 待会你也清点一个什么 什么大洋洲CAT 也是很给力的 好吧 那我们已经总结一下 我们现在陆维赛的一个四个组别 这四个组别 小组第一跟小组第二 是可以进入到淘汰赛 然后一跟二要抽签 互相撕杀 在同一个小组的时候 不会在淘汰赛阶段相遇 那我觉得这基本没什么悬念 这个A组基本是CG跟猛马相出现 A组应该没有太大的选择 然后B组应该是Splice和豆腐膜 嗯 同意 那你刚刚还说大鲨鱼可以出现 你刚刚说豆腐膜可以出现 就说了豆腐膜 C组 我觉得啊 我觉得C组是 Mega和 我不太想给HK 我觉得是HK跟Loki 我觉得是Mega跟Loki 因为Mega的那场比赛 我看了你很碾压 但是整个东南亚 因为越南独立出了GPL以后 现在东南亚就是TST赛区 B组就不用说了呀 反正就DWG我有点不信 出不了 那后面两支呢 到底是皇族分布还是 我觉得是皇族分布